美国上一次向太平洋调遣三个航母群已经是10年前的2007年了 10年后,美国选择在特朗普总统即将访问亚洲的时候 向亚太派遣三个航母群显然不简单 就在美国总统即将展开访问亚洲行程迁徙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0月26日报道 美国海军在此时罕见地派出第三艘航空母舰尼米兹号 将与已经分别在第七舰队防区的罗斯福号里登号航母会合 美国海军26日宣布 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及一艘提康德罗加急咒斯顿巡洋舰 四艘伯克急咒斯顿驱逐舰组成的打击群 已经离开中东海域 完成了过去三个月攻击伊斯兰国IS的任务 即将抵达太平洋支持在那里部署的其他美国海军力量 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之前 在中东执行打击IS的任务 在过去三个月时间里出动了1322架次战机 投下多达903颗炸弹 马不停蹄又与目前已经在太平洋的两个美军航母打击群一起执行 因为这活动足以看出这一步数的不简单 在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到来之前 罗斯福号航母于本月6日离开母港顺地雅各 其航母打击群由一艘提康德罗加急咒斯顿巡洋舰 及三艘伯克急咒斯顿驱逐舰组成于23日驶入第七舰队附 则德方屈膝太平洋 而之前驻守在日本很虚核的动力航母里跟号航母 与两艘伯克急咒斯顿驱逐舰斯特希姆号和马斯廷号组成航母群 与韩国海军在半岛水域展开大宴席 外界分析认为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3日展开防亚洲行程前 美军三艘尼米兹机航母同时出现在第七舰队的防区内执行安全行动 是美国想发出信号 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太平洋地区仍占有绝对优势 为时邀美军在某一地区集中三个航母群所代表的 韩义飞同小可 因为这三个航母群已经组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足以打一场小规模战争 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 美国就动用了三个航母打击群 从空中打击能力来看 利根号、罗斯福号、尼米兹号航母分别可搭载80多架各种军用飞机 其中舰载战斗机 EFA-18EF、超级大黄蜂等各种作战飞机达到70余架 如此一来 这三个航母群搭载的战机数量为210多架 几乎相当于一个普通国家的空军力量 从水面战舰来看 目前美国海军每个航母打击群配备四艘左右主力水面战舰 通常是一艘提康俄罗加级巡洋舰和三艘伯克级驱逐舰 都是超过或接近1万吨排水量的大型水面战舰 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队 地面目标进行远程精确打击 此外还有强大的防空、反舰和反舰火力 这12艘水面舰艇再加上3艘航母 将组成一个普通国家都难以匹敌的强大舰队 作者庶名石江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